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处于20万元罚款 还有媒体爆出 该眼窝虚假宣传主要涉及到产地、分量和权威认证三大方面 那明明是产地是河北廊坊的固安和霸州 却吹自己来自马来西亚 不仅分量缺金短两 还根本没有被中国检验检疫科学院平台认证过 对此网友疑问多多 表示这些明星为了高额的代言费 难道就可以置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于不顾 哎 明星代言之前还是抽空做做品牌被调吧 省得得不偿失的说 关键词 贾玲胖成流欢 昨儿个有媒体拍到贾玲和张小斐私下聚餐 这有视频有真相的 绝对是厉魄俩人不合的传闻 视频中两人聚完餐分别从同一个门出来 贾玲身穿一件黑色卫衣配纱裙 帽子口罩遮挡相当严实 打扮是时尚时尚最时尚 可是依然还是有些胖 那这手臂这下巴 看来减肥还没提上日程阿伟 张小斐打扮依旧是简单风 白T恤配风衣 干净利落又显好身材 对此网友纷纷让贾玲别再胖了 都被巫人城流欢了 然而也有网友称 大家不懂贾玲放飞自我的快乐 要圈圈说 大火之后的贾玲 依然还是从前那个贾玲 大家心放肚子吧 关键词 普巴甲良杰分手 昨个普巴甲和良杰正式官宣 两人早在去年的时候就分手了 之后工作室也发声明 称两人是和平分手的 大家不要瞎猜哟 本以为是平平无奇的好聚好散 但巧的是 有媒体下午爆出 前几天普巴甲在北京某地 和金发美女约会 并一起回酒店的画面 视频中普巴甲戴着黑色渔夫帽 身穿一件黑色无袖上衣 和金发美女现身某餐厅 二人面对面坐着 边吃边聊 普巴甲坐在餐桌边侃侃而谈 手舞足蹈一刻都停不下来 偶尔抽空才拿起勺子吃口东西 吃完饭后 普巴甲驾车带着金发美女 进入某酒店 对此新八卦 网友反而非常平静 都还停留在分手事件 一脸懵圈纷纷表示 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哦 他们不是结婚了吗 哎嘛 你们这2G网也是够够的了 总之 葛子安好就好吧 关键词 王妃破天荒维权 身为天后 王妃应该少不了各种维权官司 但妃姐向来佛系 基本上不会主动出击 不过倪人也有三分火气 王妃这两天就破天荒 使用了律师函警告 情侶是有一家公司 在推广时 擅自使用王妃的姓名和肖像权 还说妃姐是他们的战略顾问 可能是这家公司 看准了王妃脾气好 所以借机谋利益 不过他们给王妃的title 怎么看都和天后不太搭呀 对于王妃郑重其事的维权 咱们自然是全力支持 毕竟碰瓷这种事 不严厉打击 只会越来越嚣张 关键词 最后的救命到藏 左二个 孙杨案重审 中中终于有了新消息 据媒体报道 重审听证会将于5月25号 不公开举行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表示 与第一次听证会不同 诉讼当事方没有要求将听证会向公众开放 因此听证会将仅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 不公开举行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将不会接受任何采访 一旦做出裁决 将直接宣布 有网友分析到 诉讼当事方没有要求公开庭审过程 而这个诉讼当事方当然包括孙杨自己 也就是说 孙杨方面也不愿意公开重审过程 宁愿悄悄打好一场翻身仗 也不愿冒失败受死的风险 对此 粉丝并不care 只是纷纷为孙杨打call 啥也不说 劝劝先安静蹲一个真相吧 关键词 大咖待遇受质疑 昨儿个有网友爆出 大秘密和徐凯在上海某小区拍摄新戏的视频 网友本想看看两人原生态撒糖是啥样的 可是偏偏看到大秘密的poker face 除了拍戏之外 其余时间大秘密都冷着一张脸 没有对围观群众有任何回应 而杨密的淡然惹来了路人的不满 有人直接留言说看到大秘密本人很瘦很白 感觉比较高冷 对围观群众没有一丝笑容 可能拍戏太累了 然而还有网友发现 徐凯拍完一个镜头之后对杨密露出笑容 但大秘密一脸疲倦 直接走向了自己的工作团队 瞬间被一大群人包围着伺候 有人为他撑伞 有人蹲下来为他换上更舒适的平底鞋 相对比之下 徐凯自己脱掉西装外套 显得排场不够大 对此也有粉丝为杨密解释 可能是因为剧情描述他跟徐凯吵架 杨密表现高冷只是为了培养情绪 并非偶遗黑脸 爱意过 要圈圈说 不管大秘密咋样都能引起争议 只有拍出好作品才能让他们受伤 关键词 沈腾线下营业 吃饭偶遇明星 少不了求千名与合影 最近沈腾就在饭店被偶遇 比起好的腾叔大方与各路粉丝拍合照 而且腾叔真的魅力无边 男女通杀 就连中年大哥见了他都变身追星人 不过沈腾在饭桌上却有点严肃啊 不笑的时候感觉好凶 仔细看图咱们就有点理解沈腾了 饭桌上摆着长城 得谁看了都会眉头紧锁思考人生吧 不得不说 沈腾真是喜剧界的绝绝子 这样一张生活抓拍 都有点喜剧效果了 关键词 汪峰大女打扮成熟 江山代有人才出 二代风采胜一代 汪峰家的小苹果在爹妈继母的光环围绕下 自然被大家关注 昨天小苹果就po出未有庆生图 整个人看起来心味十足 说是女团爱豆也不过分 就是她的衣服打扮相比年龄还是成熟了点 要知道咱们16岁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的校服党呢 不过女孩们私下聚会当然怎么没怎么来 整个人展开了以后 小苹果跟七妈葛惠姐简直一比一复刻 这时候真心觉得张子怡心胸开阔 每天看见老公EX的迷你版还能母爱爆棚 是真的爱乌及乌呀 关键词 西梦瑶孕妻状态好 三年爆俩 西梦瑶状态却是相当好 昨天她在社交平台po动态 高马尾白T恤 哪里看得出是辣妈 明明还是少女的样子呢 当然了 也少不了有人酸 觉得西梦瑶从超模变成生孩子工具 不至于吧 虽然西梦瑶现在走不了秀 但是拍大片依然表现力惊人 哪怕是最简单的黑白配 也能穿出满满的高级感 超模果然是超模 业务能力还是能打的 再说了 就算生了俩孩子 对于明星来说 事业生活坚固也是so easy吧 关键词 防火防盗防闺蜜 防火防盗防闺蜜 这话有时真没错 香港名媛陈可欣 这两天就被曝光出轨了闺蜜未婚夫 铺片拍得清清楚楚 想说全是误会都没人相信 怀着孕的闺蜜得知这事后 发文声讨未婚夫 还没有直接和陈可欣兑现 而陈可欣的老公这边还安安静静 因为据说陈可欣和老公其实没有感情 结婚只是明媛想要戒精生子 我去 明媛的世界也太狗血了 一般人真的没法想象 只不过一向眼光独辣的赌王四泰也会看走眼 当初陈可欣和何游亨恋爱时 四泰可认为她是满分二席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